两天后 云征带上叶子和妙英赶往乐安 有了上次出行遇刺的事 这一次 云征的亲卫军格外谨慎 在亲卫军的严密保护下 一路上倒也无惊无险 快到马亦了吧 云征撩起马车的帘子往外看一眼 又吩咐沈宽 吩咐下去 在马亦休整一天时间再出发 沈宽是沈洛燕最早训练的那一批 给他当护卫的人员之一 从云征来到朔北 沈宽就在他的亲卫军中 如今 铜钢 周密 高河这些人都放出去了 沈宽暂待他的亲卫军统领之职 是 沈宽领命 不用耽搁 叶子知道云征是担心自己长途劳顿 明嘴道 我没事的 我这才怀孕多长时间啊 又不是像洛燕一样挺着个大肚子 休整一天吧 云征握着叶子的手 你有孕在身 这一路颠簸下来 得好好休息一下 咱们顺道也在马亦转转 看看马亦来了多少粮伤了 本来他是不让叶子跟着来的 但因为此行有可能会去北路关接驾 所以叶子非要跟着 叶子说 沈洛燕的肚子大了 不能远行 但若是文迪又来朔北了 他不跟着去接驾 有些说不过去 别搞得这么紧张 他已经过了运出期了 没你想得那么脆弱 妙音斜眼看云征一眼 又一脸细血地打去 再说了 更颠簸的是 你也没少干啊 更颠簸的是 听着妙音的话 云征不禁老脸一红 马上恶狠狠地瞪妙音一眼 妙音不但不怕 还忍不住娇笑起来 叶子翘脸泛红 又轻轻地凝云征一把 都是这坏家伙害的 在府上的时候 他大白天就折腾自己 被妙音撞破了 他还臭不要脸地 将妙音拉进房间 这下 妙音怕是要为这事儿笑 自己好久 眼见眼神威胁无效 云征不禁恶狠狠地瞪着妙音 看本王晚上怎么收拾你 王爷 切身错了 妙音娇滴滴地回应一声 却依旧笑个不停 云征怒了 直接一把将妙音拉进怀里 施展贤猪手之功 妙音羞骚拍下云征的爪子 你这爪子 迟早会被人剁了 就是 叶子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下一刻 叶子就为自己的多嘴后悔了 云征又一把将叶子拉入怀中 左边搂一个 右边抱一个 活脱脱就是个浪荡子 三人一路笑闹 终于赶到马亦 入了城 云征总算是收敛了 云征撩起帘子 往马车外看了一阵 放下帘子间 又有些惊喜地看向叶子 感觉马亦的客商 好像多了不少啊 就这一会儿功夫 他就看到了好几波客商队伍 原本还算宽敞的马亦街道 似乎也变得拥挤了些 可不是吗 叶子鸣嘴一笑 都知道朔北在打仗 各种物资紧缺 咱们又从来不会抢 这些客商的货物 好多客商都愿意从关内 运来货物贩售 然后再从朔北购买货物 带回关内的贩售 马亦是整个朔北的物资中转战 在云征的严格要求下 马亦的营商环境非常好 往来的客商多了 也进一步带动了马亦的发展 虽然定北才是朔北的行政中心 但马亦无疑是朔北最繁华的城池 就是要这样 云征脸上露出满亦之色 要是朔北每一座城都能像马亦一样 朔北的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了 发展商业 无疑是让一座城快速发展的捷径 以后 西北都护府那边的特产 也可以进入朔北 不过 不能把什么东西都放在马亦中转贩售 也要给其他城池一些机会 这些客商在朔北停留的时间越长 对朔北的经济发展越有好处 突然之间 云征脑海中就想到一句话 优化产业布局 趁着这个冬天 可以好好地规划一下各城的产业 最好是每一座城都有支柱产业 让这些客商进入朔北更多的城池 从而带动更多城池的发展 正当云征默默思索的时候 马车突然停下 叶子撩起帘子 刚要询问是怎么回事 沈宽就凑过来汇报 子夫人 前面有人把路堵住了 小的已经派人去查看情况了 嗯 好 叶子微微汗手 又提醒沈宽 你现在是殿下的亲卫军统领 当以末将自称 别再自称小人了 沈宽尴尴尬一笑 末将记住了 叶子微笑 缓缓放下帘子 不一会儿 沈宽又前来汇报 前方道路拥堵 是因为一群客商起了争执造成的 据了解 好像是有粮商想要低价卖粮 但另外一些粮商却拦着他们 不允许他们低价 卖粮扰乱市场 这就导致 双方一直争执不休 把前方的道路都堵住了 听着沈宽的汇报 云征和叶子不禁相视一笑 这么快就有粮商撑不住了呀 怎么办 要不要干涉一下 叶子抿嘴笑道 那些粮商自己不降价 也不允许别人降价贩卖粮食 有些过了 过吗 云征笑笑 确实有些过 这就跟前世那些自以为是的邻居一样 自己不降价卖房子 还不允许别人降价卖 不但不觉得自己无耻 还觉得自己有理 不过 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说 这些人这么干 对他们其实有好处 现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粮商 运来朔北的粮食 还不够多 至少对云征和叶子来说 还不够多 如果可能的话 他们甚至希望这些粮商 能运送几千万弹粮食来朔北 如果现在因为这些撑不住的粮商 将粮价打下来了 肯定无法吸引更多的粮商 运送更多的粮食来到朔北 运来朔北的粮食越多 粮食的价格崩盘的时候 跌得才越狠 云征默默地思索一阵 马上吩咐沈宽 先派人暗中盯住那些个 想降价出售粮食的粮商 是 沈宽马上去安排 然后呢 叶子询问云征 你打算呢 把他们的粮食吃下去 嗯 云征点头 先命人 已比我们开出的价格 稍微低一点点的价格 将那些人手中的粮食吃下去 这样 那些不肯降价的粮商 就会看到希望 会选择继续观望 现在的粮商运来的粮食 还不足够多 这些粮商继续留在朔北 才能吸引更多的粮商 运送粮食前来 而且 这些粮商和他们的商队人员 都是要吃喝拉撒的 他们多在马一待一天 也能多为马一的经济做贡献不是 你可真损 遇到你这样的王爷 也算是他们倒霉 叶子嘴里调侃着云征 眼中却充斥着浓浓的爱意 两天后 他们终于赶到乐安 在他们赶往乐安的路上 已经经历了一场小雪 过了马一之后 倒是没有下雪了 但这天气却更冷了些 云征刚拉着叶子 从马车上走下来 一阵寒风便席卷而来 刚从马车上下来的叶子 不禁冷地一个哆嗦 新生见状 赶紧拿出雪白的雕容披风递过来 子夫人 奴婢帮你把披风披上吧 别动坏了身子 嗯 叶子轻轻点头 我来吧 云征从新生手中接过披风 缓缓帮叶子披上 这才带着妓女往前走去 叶子人由云征拉着手 又抬头看了一眼乌蒙蒙的天 这两天估计要下大雪了 咱们正好看看乐安的百姓 有没有过冬的物资 如果他们没有过冬的物资 恐怕得从军需中 调剥部分物资过来 这不行 云征想也不想地拒绝 军需就是军需 将士们在外流血征战 虽然现在没打仗了 但也不是不需要操练的 动着谁都不能动着他们 他宁愿派人去富州 将那些步行 成衣行全部扫荡了 都不愿意动军需 看着云征这坚定的模样 叶子和妙鹰不禁无奈一笑 算了 不动军需就不动军需吧 反正现在也还没到最冷的时候 陈部已经命人加紧 从关内大量购入预寒物资了 估计 很快就有大量的预寒物资进入朔北 此刻的乐安 看上去很是破落 当然 反过来看的话 也可以说这里正在成长 外围的城墙已经建了有半丈高 城中的道路 都是以石板和水泥铺设而成 朔北的水泥产量 还是非常有限 想直接以水泥混合碎石来铺路 暂时不现实 在道路两旁 有着零星的一些房子 好一点的是以石头堆砌成墙体 次一点是以夯土为墙 再次一点的 就是那种以茅草捆在而成的墙体 有些房子是已经建好了 有些还在抓紧时间建设中 另外 还有一些官府提供的赈灾营帐 但营帐里面 基本看不到人 估计大多数人都在忙碌着 看到他们这一群人 很多百姓都下意识地停下手中的活 好奇地张望过来 不过 面对这些披甲职锐的士族 没人敢靠上前来 不多时 云征就看到一家粮铺 粮铺门口 还有几个牙医守着 这是怕这些百姓抢粮吗 妙音低声询问叶子 嗯 叶子轻轻点头 刚开始那会儿 这边发生过灾民轰抢粮铺的事 后来派人在粮铺 钱庄这些地方守着 才逐渐杜绝了这种事 那这些灾民有钱买粮吗 这家还是有的 叶子微笑道 这边有钱庄放贷 就算什么都没有 每个人也可以在钱庄带一两银子 帮着官府修路 铸成这些也都可以得到工钱 乐安之所以要先修路 构筑城墙 就是为了给这些灾民 提供乙公代镇的机会 只要这些灾民愿意付出劳力 就不会饿死 正当他们四处查看的时候 一群人匆匆从远处跑来 下官乐安宪令吴生泰 参见王爷 参见两位夫人 吴生泰还隔着三丈的距离 就带着身旁众人向云征他们行礼 免礼 云征轻轻挥手 缓缓上前盯着吴生泰看 本王看你好像有点眼熟啊 吴生泰躬身道 回王爷 下官在王府待过 难怪 云征恍然大悟 既然来了 就陪我们在这城里走走吧 是 吴生泰领命 在吴生泰的带领下 一行人继续在城中到处闲逛 路上 吴生泰也给他们说了一下乐安的情况 目前 乐安已经有十三万人 基本都是从关内来的灾民 还有极少数的人是来乐安做生意的人 乐安目前只有一家像样的酒楼 还有少量的客栈 官府府补牙这些倒是修建的有个样子了 帮着官府做工的百姓 根据劳力不同 所得报酬也不同 每天的工钱 基本都在三到十文钱之间 少量技艺娴熟的工匠 可以得到十到二十文钱的报酬 乐安目前最大的困境 就是缺少御寒的物资 吴生泰已经几次给陈部上书说明情况了 陈部也往乐安调拨了一些御寒的物资 但那点亮还远远不够 这眼看看天气一天天地冷了起来 吴生泰也是心急如焚 要是再没有足够的御寒物资 等天气再冷点 这边怕是要冻死不少人 听着吴生泰的介绍 云征和叶子不禁默默地相视一眼 果然还是被他们猜中了 很快就有大量御寒的物资进入朔北 本王会让陈部优先往乐安调拨 云征给吴生泰吃颗定心丸 吴生泰欣喜 高声道 多谢王爷 云征摆摆手 又吩咐道 带我们去做工的人多的地方看看 是 吴生泰说着 立即带云征他们往采石场那边赶去 乐安的建设需要用到大量的石头 大量的人员在这边采石 凿石 运石 采石场无疑是最繁忙的地方 还有些看起来连十岁都不到的孩子 踢着个水壶穿梭在人群中 负责给人添水 云征走到一口正在烧水的大锅前 瞬间皱起眉头 你们不会就给人吃这些东西吧 云征指着面前的大锅 里面正煮着一些草根一样的东西 不是 不是 吴生泰连忙解释 这是给大家熬的水 这里面放的是草药 可以帮着驱寒 哦 云征再往锅里看一眼 正好本王有些渴了 给本王咬一碗 本王尝尝味道 这 吴生泰微微张嘴 面露为难之色 云征看出吴生泰的异样 怎么 本王喝不得这个 不是 不是 吴生泰连忙摇头 回王爷 以这种草药熬制的水 虽然可以驱寒 但会让人很难受 云征更好奇了 你这么说 本王还真要尝尝 看看怎么个难受法 云征说着 冲旁边的沈宽使个眼色 殿下 还是让末将先尝尝吧 沈宽警惕道 谁都不知道 这水里面是否有毒 该谨慎 还是要谨慎 行吧 云征汗手 也不多说 沈宽立即咬了小半碗 热气滚滚的草药水 稍稍吹凉 便往嘴里灌 刚一口水灌下去 沈宽便感觉到不对劲 下一刻 沈宽猛然把刀架在 吴生泰的脖子上 杀气腾腾地怒吓 大胆 竟敢谋害殿下 来人 将熬制草药水的人 全部抓起来 随着沈宽的一声令下 云征的轻卫军迅速行动 不消片刻时间 吴生泰一行人 连同熬制药水的几个人 全部被控制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将众人吓傻 连云征都有些猛 怎么回事 云征皱眉 看向满脸杀气的沈宽 回殿下 说 喝了这水 嘴里和舌头都灼痛异常 灼痛异常 云征扭头看向吴生泰 不会吧 难道这吴生泰 是谁安插来的奸险 王爷 冤枉啊 吴生泰终于回过神来 哀嚎道 下官绝不敢谋害王爷 这水 这水喝了 他就是这样啊 下官当才给王爷说过呀 求王爷明鉴 说过了吗 吴生泰倒是给他们说过了 王爷 冤枉啊 这水就是这样啊 王爷 采石场的人都喝的这个水 这个 这个真没毒啊 就是开始有点灼痛 很快就没事了 身上还暖洋洋的 求王爷明鉴 王爷要不信 小人可以当着王爷的面鹤 众人纷纷哀嚎 七嘴八舌的解释 每个人都是一脸无辜的模样 先把刀收起来 云征冲沈宽使个眼色 搞不好这就是这草药的功效 别大惊小怪的 是 沈宽迅速带着一众轻卫军收刀 但双目却死死地盯着吴生泰 只要吴生泰稍有异动 他就会立即拔刀 将其格杀 王爷 这草药水真的没多 吴生泰慌乱地解释一句 又小跑到大锅面前 下官这就证明给王爷看 说着 吴生泰马上摇起半碗水 一边吹着 一边往自己的肚子里灌 妙音也跟着上前 将锅里的草药捞出来 放在手中仔细地观察 看了一阵后 妙音向云征轻轻摇头 他也不认识这种草药 到底有没有毒 他也不确定 吴生泰一口气将半碗草药水喝光 长大嘴巴使劲地吸冷气 额头也跟着冒出汗珠 那模样 就像是吃了一把辣椒一样 嗯 辣椒 云征心中突然一动 我靠 这玩意儿 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山辣椒秧子吧 一念及此 云征立即来到妙音身边 从妙音手中接过那草药 不过 他前世只听说过山辣椒秧子 也没见过 只知道这玩意儿 还有个名字叫东北铁线连 据说东北那边很多 东北都有 朔北也有 就完全不奇怪了 他们用这玩意儿熬水驱寒 应该就跟吃辣椒驱寒差不多吧 就在云征暗暗思索的时候 沈宽凑上前来 小声道 殿下 这东西好像确实可以暖和身子 末将嘴里也没那么疼了 可能 可能真是末将误会了 我试试 云征说着 就将手中的草药往嘴里塞 妙音想要阻止 却已经来不及 随着草药入口 久违的辛辣感 瞬间在云征的口腔中炸开 云征瞬间两眼发亮 差点手舞足蹈起来 靠 真的是辛辣 山辣椒秧子 这玩意儿 多半是山辣椒秧子 这哪是毒药啊 在没有辣椒的情况下 这就是宝贝啊 好了 好了 多别紧张 是沈宽误会了 云征安抚惊恐不已的众人一句 又向吴生泰询问 这东西叫什么 吴生泰诚惶惶惶地回道 回王爷 这草药没名字 好些人都把这草药叫热草 说着 吴生泰又跟云征说起 这热草的由来 最早的时候 也没人知道 这玩意儿能不能吃 前些日子 有些灾民就去附近找野菜 意外采了些这玩意儿回去吃 那些人吃了以后 全都口舌生疼 浑身燥热出汗 好些人都以为自己中毒了 因为中毒的人多 这事儿还惊动了官府 结果 闹到最后 那些人却屁事没有 再后来 天气转寒 还有人专门去找这玩意儿驱寒 确定这玩意儿没毒以后 吴生泰也让人以官府的名义 收了一些上来 专门熬水给做工的百姓和 帮助他们驱寒 因为这玩意儿 吃了以后浑身发热出汗 所以大家就叫其热草了 弄清情况 云征不禁哑然失笑 原来这玩意儿 竟然是这么发现的 这还真是机缘巧合啊 这周围热草多不多 云征满是期待询问 之前挺多的 吴生泰回到 后来知道 热草可以驱寒了 大家都跑去周围的山上挖 现在不太好找了 不过 要是往其他地方找 应该能找到很多 云征稍稍沉吟 马上吩咐道 这样 你命人大量收过这种热草 有多少要多少 收来以后 全部烤干 另外 这不叫热草 这叫朔北铁线连 以后 这就叫朔北铁线连了 这完全可以作为朔北的特色产业 这一刻 云征仿佛看到了热气腾腾的羊肉卷 在向自己招手 还有烤鱼 辣酱 朔北人的餐饮习惯 必然因为这小小的朔北铁线连而改变 很快 各种带着辣味的菜肴 将风靡整个朔北 云征越想越兴奋 差点就要仰天长笑了 是 吴生泰连忙领命 心中也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还好王爷明势力 要不然 他们这些人 全都得人头落地 云征强忍心中的激动 又轻轻地踢沈宽一脚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给大家赔礼道歉 瞧把大家吓成什么样子了 沈宽满脸尴尬地看惊魂未定的众人眼 公申道 刚才是我误会了 我向吴大人和诸位道歉 还望大家别往心里去 沈同龄言重网 吴生泰满脸堆笑 沈同龄也是为了王爷的安全着想 弄清楚就好了 解除误会后 云征又给了吴生泰一百两银子 说是让吴生泰拿去买些肉和米 给大家改善伙食 也算是 他为沈宽的鲁莽 向大家道歉 你说的这朔北铁线连 好是什么宝贝吗 离开的时候 叶子低声询问 他心中明白 云征叫人大肆收购的东西 肯定不是一般的东西 宝贝得很 云征冲叶子眨眨眼 他将燃爆你们的味蕾 啊 叶子不明所以 云征也不解释 他的脑海 已经被各种美食侵占了 意外收获了朔北铁线连 让云征的心情非常好 晚上 云征迫不及待地 在府衙里 跟众人打起了火锅 能吃辣的 在蘸料里面 加上切碎的朔北铁线连 不能吃辣的 就用一般的酱料就好 当众人一吃起来 才发现 这酱料里面 加了朔北铁线连后 竟然别有一番风味 那种灼痛感 让人忍不住胃口大开 明明辣得不停地吐舌头 但却是越吃越想吃 连因为有孕在身 而胃口不好的叶子 都胃口大开 殿下真乃神人 若非殿下 我等都不知道 此物竟然可以用作佐料 吴生泰一边吃着 蘸了酱料的嫩肉 一边不停地送上马屁 他因为此前也没少喝 以朔北铁线连熬煮的水 比起叶子 他们要更能吃辣些 可就算如此 吴生泰也吃得满头冒汗 额头上都在往外冒热气 看上去就跟在练什么 绝世神功似的 少拍马屁 赶紧多收点此物 云征笑瞪吴生泰一眼 你收购的价格稍微高一点 都没事 趁着还没有大雪封山 也可以让那些贫苦百姓 多点活计 这朔北铁线连的事 但是知道的人太多了 想瞒肯定是瞒不住的 就算别人不知道这玩意儿 可以用作佐料 只要知道 这玩意儿是那个味道 再稍加猜测 肯定就知道 那辣味是从何而来了 不过 他们可以抢先多收一些 如此 他们多了一味重要的佐料 百姓也可以靠着采集朔北铁线连 换取一些粮食或者银钱 也算是一举两得了 下官明白了 吴生泰连连点头 云征笑笑 见叶子正吃得兴起 又提醒道 你可别吃这么辣 吃多了容易上火 对孩子也不好 辣 叶子抬眼看向云征 有些茫然 大前朝倒是有辛辣这一词 也常说酒辣与不辣 但这朔北铁线连的这种味道 却跟大家所熟知的辛辣不一样 对于这种辣味 大家都还没有概念 也正是因为如此 此前沈宽才会说 灼痛异常 就朔北铁线连这个味道 就叫辣 云征难得的化身科普地 开始给众人科普 和为辣味 在云征的解释下 众人第一次对这种辣味有了概念 这也是 你从那本奇书上看到的 妙鹰目光灼灼地看着云征 嗯 对 云征点头一笑 反正现在没法解释的 都往那本奇书上推就是了 你看的那本奇书 怎么什么都有记载 妙鹰好奇不已 心中盈盈已经开始怀疑 那本奇书到底存不存在 要不然 怎么叫奇书呢 云征打着哈哈 郑玉在说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喧嚣声 云征正欲询问 却见一个牙翼 一阵旋风似的冲进来 启禀王爷 南门外来了一群来路不明的人 之前还想强行入城 听兄弟们说王爷就在此处 这才安分下来 不过 那帮人鬼鬼祟祟的 似有图谋 虽然乐安的城墙 还只有半丈高 但也是实行宵禁的 到了一定的时间 就禁止进出了 只是乐安现在没城门 吴生泰就派牙翼守在 规划好的城门口 充当人肉城门 听着牙翼的话 云征不禁暗暗好奇 鬼鬼祟祟的 有所图谋 他可是带着轻卫军在这里的 难不成 谁还想打自己的主意不成 他们有多少人 云征马上询问 牙翼回到 外面天黑 光是能看到的 就有上百人 后面应该还跟着不少人 他们有携带武器吗 云征再问 没看到带武器的人 牙翼回答 云征稍稍思索 立即吩咐 沈宽 带人去看看 仔细检查一下 若是他们没有携带武器 就放他们入城 这外面怪冷的 别让他们风餐露宿 是 沈宽马上领命而去 要不要准备一下 妙鹰警惕道 搞不好 他们还真是冲着你来的 先让沈宽带人去看看吧 云征不以为意地笑笑 这外面还有这么多人守着呢 想刺杀我 哪有那么容易 别说几百人了 就算来个几千人 只要不带武器 在他的轻卫军面前 也只有插标卖手 再说了 如果那些人真有图谋 就这么个城墙 跳都能跳进来 他们直接偷偷摸摸地 靠过来发起偷袭不好吗 何必还要光明正大的走城门 还非要让人发现 听云征这么一说 倒也是这么个理 当下也不再多说 行了 别一神一鬼的 继续吃东西吧 云征倒是无所谓 跟个没事人一样 继续享受眼前的美食 要是这么点状况 他们就要搞得如临大敌似的 以后干脆就别出门了 见云征一脸轻松 几人也逐渐放下心来 云征喝了一小口酒 放下酒杯之际 又跟无声泰说 回头还是得让人在城里 多见几家大型客栈 虽然现在没有多少过往的人 但也可以提前备着 万一有像今晚这帮人 这样的人路过 也让人有个歇脚的地方 前期嘛 这些客栈 可以先由官府经营站 等这城有规模了 若是有商人愿意接手 也可以将客栈乘租出去 现在城中那些小客栈 撑死也就住个三五十个人 如果是大型商队过路要住宿 就只有分开住宿了 但对商队来说 分开了就没那么安全了 下官明白了 无声泰点点头 若是王爷明日没事的话 不妨请王爷帮着去看看 在哪里建大型客栈比较好 只要为止确定 下官明日就可以让人开始动工 这么个是你自己定就好了 云正摆摆手 本王明日还要去北路关 不会再次久留 好的 无声泰微笑 不再多说 之后 云正又跟无声泰 说了一些建设乐安的事宜 无声泰也一一记下 就在他们边吃边说的时候 沈宽带着几个人走进来 看到走进来的人 云正瞳孔猛然一缩 下一刻 云正使劲地揉自己的眼睛 你妈 自己不会喝醉了吧 眼花了 在他旁边 郑玉家菜的叶子 也陡然呆住 怕大 叶子手中的筷子掉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阿娟 小伙子 阿娟 朝麓家菜的摆子